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一些话想吧 彪 这个话是什么呢 有料句不禁想到了前几天 薛之谦在综艺节目里说的话 薛之谦在节目里痛哭流气 卖可怜 间接否定了李宇童曾在微博曝光 在薛之谦的一切过往 李宇童一看生气了 骂薛之谦是伪君子 然后直接顾出薛之谦和李小鹿有事 而且 这还不是第一次爆料 早在去年李宇童就在放大锤的时候 影视过两人暧昧关系 从今也只是点出名来罢了 薛之谦和李小鹿 是怎么缠伙到一起的呢 这就要从两人合作的电视剧 我们的少年时代说起了 两人同在封闭的剧组里拍戏 因戏生情 慢慢发展了一些不可说的小心思 电视剧里的这段诗生吻戏 也算暧昧不清 让人看了血脉篷章 后来在某次采访中李小鹿说 薛之谦不禁改剧本 还加了很多吻戏 导演郭静明 也现身爆料过薛之谦 讲吻戏的事 趁薛之谦每一集都想加 导演每一集都反对 曾有记者问李小鹿 和薛之谦答道 会影响你感情的发挥吗 李小鹿这样回答 平时思想互动 李小鹿和薛之谦也毫不避忌 李小鹿亲密的靠着薛之谦说 自己是唯一一个被他欺负的 李小鹿还冲薛之谦撒娇 薛之谦回应他说 特别好吃 竟然还亲手 为薛之谦吃东西 李小鹿同学 你要知道你当时结婚 已经四年 女儿都四岁了 综上所述 又廖君也开始摇摆不定 人在家中做 光从往上来 真真假假 属是属非 我们也不得而知 还是要留待后续发展 不过李宇童爆出的可不止李小鹿一个 那么另外两位字母女士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网友猜测这两个人是张力和陈斌 并且扒出了各种证据 首先是张力小姐姐 张力曾去听过薛之谦的演唱会 也曾有情出演过薛之谦的MV 上了热搜的张力 立马被爆出来新恋情 侦探网友们纷纷表示有阴谋 至于第二位被推论的字母小姐陈斌 她是中国好声音的选手 在微博上有推广薛之谦的歌 去过薛之谦开的火锅店吃饭 两人还一起合作过歌曲 还用薛之谦标准的省乐体发文 也很安眉 你的词我的曲 下面网友评论 陈斌作出回复 李宇通报梦料 大家对陈斌议论纷纷时 她用微博反击 也发了一段缩写字母 不过 下面倒是有卡比克兰的网友翻译出来 字母女士到底是哪两位李宇通也目有名说 本来有料君也看得挺开心 没想到 有一个小道消息 却突然报出来 有网友爆料贾买量是双 而且还有SM倾向 消息已经发布 贾买量的姐姐贾山 立刻站出来发言 怒斥网络环境的复杂 甚至直接对网友爆出口 李宇通看到伤害了无辜的贾买量 立刻将之前的微博删除 并且另发了一篇 10点30分 贾买量站出来发文 言语中的一个人让诸多网友怀疑贾买量已经跟李小璐离婚 纷纷表达对贾买量的心疼 说到贾买量 就不得不谈一谈李小璐曾经对贾买量的伤害 17年12月31号 诸位的风行工作室铺出剧料 拍到12月29号 李小璐夜宿 Pukun家 一夜未出门 在一行人回家的过程中 李小璐一直挽着Pukun的手臂 姿态亲密 Pukun被李小璐提着包 直到第二天 李小璐才和Pukun一同走出 令人心疼的是 当晚 正好在直播的贾买量也应景 的回答了网友们关于嫂子去哪了的问题 他不假思索的回答 去做头发了 美美的 事情曝光后 干脆先出来解释 称呼贾买量和李小璐为哥哥嫂子 但是 哪里会有弟弟跟嫂子一起过夜的 贾买量则发微博称 相信老婆和弟弟 然后李小璐也做出声明 因为李小璐提到了马苏 马苏站出来为李小璐圆谎 称呼Pukun是他们的亲弟弟 还PO出了与贾买量的微信截图 但如果真的只是普通的交朋友 会在出门前跟老公说是做头发吗 随着事件愈演愈烈 贾买量在18年1月6日发表长文 然后直接取关了Pukun 并且还删除了与Pukun的互动佛文 18年9月28日下午 北京新权律师事务所发布案件播报称 李小璐名誉维权二建议审胜诉 相关人员也承担相应的后果 夜宿门最终落下帷幕 贾买量到底有没有跟李小璐离婚 也成了一个谜 反观李小璐 被网络暴力后 她开始在家带孩子 低调的做一些公益 李小璐和加乃亮 也一个夫妻公益品牌点亮西路 在李小璐的微博里 大家也是经常能看见 她转发的各种呼吁大家保护儿童 特别是保护更容易受伤害的女童的微博 看来 李小璐打算走资母公益人设来洗败 毕竟她自己也是一个妈妈 11月 这忠于做各种公益的李小璐 还被官方点名表扬 当然 偶尔也会坚定一下 自己的爱国立场 就在李小璐慢慢出现在大家视野 快要洗白的时候 李宇宙直接放出一锤 就把李小璐拉回了深渊 网友纷纷去李小璐微博留言 顺带心疼 一波贾买亮 贾买亮到底是做了什么力量 摊上了李小璐 结果18年从头率到尾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有廖君也很好奇 李小璐本来低调的一批 好容易要熬出头 那又被打回原形 有廖君只能奉劝一句 人在做 天在看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抄门 总之 做一个好人就对了 小璐本来